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语法 还……呢 能……就不错了 不错就是好的意思 这是两个句子 什么意思呢? 前面的分句提出的情况不太可能实现 这个部分呢 要求比较高 不太能实现 那么能……就不错了 后面的分句提出的情况能实现就是最好的结果 意思是这个部分要求太高 条件太高 很难实现 那么后面这个呢 标准低一点 要求低一点 能实现的话是最好的了 好的 我们举个例子 第一个 还出国旅游呢 能在国内转转就不错了 意思是出国的要求非常高 要钱比较多 那么我现在没有钱 所以在国内转转就很好了 出国 国内 国内的要求比较低 这个能实现就是比较好的了 第二 他跑得太快 跑得非常快 还超过他呢 能跟上他就不错了 超过的意思是他在这儿跑 然后这个叫做超过他 那么跟上就是跟在他的后面 超过跟上 跟上的要求比较低 能跟上他就不错了 能实现这个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第三 这本书 这本书非常的受欢迎 买这本书的人那么多 还买三本呢 能买到一本就不错了 这本书非常受欢迎 他想买三本 然后三本的要求很高 那么能买一本 要求低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下一个 现在房价那么高 房子的价钱很高 我想要买房子 但是我没有钱 别人说呢 还买房呢 能租房子就不错了 完全没有希望买房子 能租每个月能租房子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第五个 他的汉语水平 他现在的汉语水平不太高 那么他现在想要考试 HSK的六级 那么别人就说 他的水平不高 还通过HSK六级呢 这个标准不能实现 能通过五级就不错了 五级的标准低一点 五级通过就是最好的结果 六级就很难实现 不用想一想了 那么在生活中 如果你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和一个差不多一般的标准 这个很难实现的话 就用这个句子 含什么什么呢 能什么什么就不错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您明白了吗?